《水调歌头》 颂叶梦德 秋色渐江湾 双信抱黄花 小窗低户山硬 微路绕七峡 未问山翁何事 坐看流年轻度 盼阙并霜华 喜以望沧海 天静水明霞 念平夕空飘荡 遍天涯 归来三境重扫 松竹本无佳 却恨悲风时起 冉冉云间心燕 编马怨胡佳 谁似东山老 谈笑镜湖沙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秋色日渐变浓 金黄的菊花传报霜降的信息 小窗低户深深掩映在菊花丛中 小路攀山而上 曲折倾斜 询问山宫到底有什么心事 原来是不忍心坐看时光轻易流逝 而双臂花白 在太湖边上徘徘徊凝望 天空澄澈 湖水映照着名利的彩霞 追忆往西 漂泊不定 走遍天涯海角 却毫无建树 归来重新打扫庭院中的小路 松竹才是我的家 却恨悲凉的秋风不时吹起 难归的大雁缓缓地飞行在云间 哀怨的胡家声和鞭马的悲鸣声 交织在一起 谁能像东晋谢安那样 谈笑间就扑灭了胡人军马 扬起的沉沙 再读一遍 水吊鸽头 宋 叶梦德 秋色渐江碗 双信抱黄花 小窗低户身硬 微路绕七峡 未问山翁何事 坐看流年轻度 盼阙闭霜华 细已望沧海 天静水明霞 念平夕空飘荡 遍天涯 归来三静重扫 松竹本无家 却恨悲风拾起 冉冉云间心艳 编 编马怨湖家 谁似东山老 弹笑近湖沙 我说你的雨 天静水明霜 都会有什么用的 我说你的雨 天静水明霜 我看你一眼 我看你一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